妹妹 哎 你该口渴了吧 我下楼给你倒杯水 嗯 等会啊 谢谢姐 来 妹子喝点水吧 嗯 谢谢姐 姐 我看这个鸳鸯好难秀啊 你说我能不能学会啊 肯定能 嗯 哎 哎 贝子 你怎么了 不舒服 哎 不知道 有一点点晕 要不然 你带我们床上谈过去吧 哦 没事姐 他把你的床单弄脏 不碍事儿的 走吧 嗯 好吧 俊勇 咱们家来客人了 谁啊 周刚的女朋友 小岚 他要干嘛 你不是说周刚欺负了我 你要转回来吗 现在机会来了 你这小岚说 只要你肯放过周刚 他什么事情都肯做 这 这真的 当然是真的 小岚 在咱们家床上躺着呢 我信你去看看 这吧 只要你以后觉得心里不舒服 咱俩就算扯平了 以后啊 你也别天天找我麻烦 行 这里以后 咱俩算扯平 你不吓我 小岚 小岚他害羞 要是他闹得凶的话 你去用床头那条手帕 捂住他的嘴 你去买麻醉药 你去买麻醉药 那贱娘们 想得紧重了呢 好吧 好了 好了 无论 我 我 你问我 因为是 为什么 我 我 我 bạn 我 你 咱俩 我 咱俩 你 我 我 但是 我 他好暈 还生无力 没事 我请我来帮你看看 志永哥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这样 你干嘛呀你 周康欺负我老婆 你不就是来替他求情的吗 你不是 周康他不会的 你相信我 然后不会的 你 我老婆自己都承认了 你还替他说话 他不能承 我求你放过我 放过你行啊 你要是依了我 以后我专门的事就扯平了 以后我再也不找他 不是的 求你放过我 你放开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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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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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明明还有一点 我有一个愿意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你在什么 阴说 我感谢你 谢谢大家